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们马上就找一家饭店吃吃午饭吧 走 现在我们找到了一家餐厅来解决我们的午饭 我们选的在家餐厅是因为看到了这个 这是《简式火山烧烤》 又可以做烤了又可以做火锅 还有这个 用椰奶 咖喱和鸡肉 然后Amoca的叶子给它蒸出来 所以我们就来开动了 对对对 那我先拍两张拍两张 有个话叫做 你负责拍照 我负责吃饱 我就先吃了 不急啊 我们得抓紧时间 趁它还没怎么 迫害食物的造型之前 把它拍完 虽然大光圈镜头呢 带来很好看的虚化效果 但是现场的光线 不是特别的好 拍出来的美食 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吸引人啊 摄影是用光的艺术 不过不是这个用光哦 是利用光线 所以最好的办法呢 是对食物进行补光 但是在餐厅里面 并不方便去使用 闪光灯或者反光板 那么怎么办呢 哎 有了 借我用一下 旅行中手机必不可少 现在手机功能可牛逼了 我们用它的手电筒功能 作为补光力气 确 地球人都知道 来快手机还做 来来 帮我补光 好 我们试试手机的补光 然后把手机靠过来 好 现在锅子上有些反光 然后把灯逃到正上方 从上往下打 靠我一点 再靠右一点 好 就这里 OK 这是做了补光的效果 它的暗部细节的都出来了 没有做补光的话 它的暗部会显得脏一些 再来一张 好的 我是张千里 请期待我们下一次的摄影揭秘 带您进入摄影师的拍摄现场 原来这么拍 你也可以做到 开吃 呜 对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